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 下午要藉著跟大家做分享的車款是SUZUKI VITARA 這台車,它的底盤架構有二輪傳動還有四輪傳動不太一樣 我們今天所改裝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這個應該都是已經渦輪化的引擎了 這裡有一顆小蝸牛 沒記錯的話好像是1.4吧 對,1.4渦輪引擎 1.4渦輪 這台的道路的版本,這個是前面的上座部分 它的上座呢,小車的設計理念呢 它是用一個直推軸層,但是就是有一個橡皮 可是沒有一個大型的上座 那這樣的好處呢,是第一個 它的結構比較簡單 第二個,它佔據上座的空間會比較小一點點 像是SWIFT還有YURIS FIT的話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還有最近Nissan上市的KICK也是這樣的設計 這是前面是賣花層的懸吊器 那它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的這些位置呢 就都跟原廠是一樣的 離載串的部分呢,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這台車呢,前面我們所配置的彈簧 道路版本是200長7公斤 那預計降下來的車高呢 會比原廠的稍微略低一點點 它的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從桶身來做可調 並不是靠上部的彈簧壓縮來改變的 所以當它最高 假設是跟原廠一樣高 那最低的話 譬如說輪胎上雲到葉子板是切起的話呢 也都還不至於呢 會影響到乘坐的感覺 所以它的乘坐的感覺的話 因為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乘坐感覺是都一樣的 那裡面用油的部分 所選用的是義大利IP的主民友 它的油品呢 是從義大利一整桶進口的 並不是靠 並不是從台灣來做混裝的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呢相當的好 唯一的缺點就是單價比較高 那前面的賣花層呢 它的作動 不只是上下的作動 它還會負責轉方向盤的時候呢 還會旋轉 所以呢 它這個托盤在安裝完畢的時候呢 記得無必要把它鎖緊 鎖柄要把它敲好 才不會造成有鬆脫的狀況 這前面的部分 它裡面用油縫的部分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是日本最大油縫的品牌 日本NOK 它車友它還有改裝了那個Spacer 這個是Spacer 所以改了Spacer之後呢 因為它是跟O系車一樣的結構啊 它的原來的孔徑呢 是一個母孔 是有一個洞的母孔 跟一般日系車的公孔比較不一樣 所以改了Spacer之後呢 這個的螺絲呢 也記得要把它加長 OK 那這裡的話 是它原來的避震器 原來的避震器呢 它的上部剛剛有提到過了 是沒有上座的 所以它的上部的這些 橡皮、軸層沿用之外呢 那這些東西拆掉之後 這些是原廠的原來的上蓋 這些都不需要再沿用的 後面的話 它的筒身行程是走長行程的 所以這是後面的彈簧 那後面的基本上 算是一個扭力量的懸吊系統 那它的車重 其實這台車重 車型的話 車室裡面的空間很大 類似像TIDA一樣 可是呢 它的車重的話還蠻輕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後面彈簧呢 其實還蠻細的 那公斤數呢 也不高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這些 橡皮啊 還有一些鐵管之類的呢 那些 這台車的話 就都要沿用原廠的 這個車室裡面的空間也非常大 好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懸吊系統 後面是一個 類似一個扭力量 這個是後面的傳動軸 這一台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那車高的調整呢 是在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Hilo Key 對不到腳 好 後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彈簧攻擊柱呢 是4公斤 那它的避震器下座呢 還延伸的蠻下方的 上座呢 就在避震器的最上方 所以它的長度呢 特別長 所以它的行程呢 能夠做出來的 的作動行程呢 就能有辦法做到 大概17到18公分左右 那這個是細的統身 所以我們特別的呢 也針對這台車呢 做一個專用的防塵套 剛好是密合度 是剛剛好的 壓下去剛好可以密合 那像這麼長的統身呢 來搭配它的彈簧呢 在調整的時候呢 跟早上的時候一樣 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把統身呢 調得太短的時候 它的彈簧呢 就會壓縮過多 那這樣的彈簧機構呢 其實不需要做預載的 所以它的彈簧 一旦預載過多呢 也會不好做 然後也有可能會有異音 那久了之後呢 就有可能會造成 統身壽命的縮短 會有漏油的狀況 所以後面呢 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在安裝的時候呢 每一次直播 都有特別特別提到 一定呢 彈簧不要預載過多 後面的阻尼調整的話呢 它是 它沒有上座的設計啦 所以後面的阻尼調整 它稍微 把它的試蓋呢 它有一個跟替打一樣很方便 它有一個維修孔 這個維修孔呢 打開之後 從這個地方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像這樣順時針的話 它就是變硬 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KT呢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呢 可以調整 所以可以隨著自己想要的軟硬呢 調整到適合的阻尼池 剛剛提到過了 這個鐵管 這個算是專用的華絲 還有下方的緩衝饅頭呢 這些呢都要沿用原廠的 因為它原廠的尺寸的話 比較大顆一點點 基本上這些 這些橡皮呢 只要不要碰到油的話呢 它的壽命其實都還蠻長的 我們準備上胎了 因為這台車 拆裝上 因為也不用再拆這些 試蓋啦 什麼之類的 所以它拆裝上還蠻簡單的 所以施工的時間呢 也特別快 這是前面 前面這裡為什麼會有白白的 這個是我們安裝完畢之後呢 會做的一些防鏽油 因為防鏽油 如果做成跟阻尼油一樣的顏色呢 會很容易會被誤會成漏油呢 所以我們 特別挑了不同顏色的防鏽劑呢 把它做一些防鏽 那順時針 從這個地方呢 順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變軟 在阻尼的調整上呢 有一些特別的技巧 左邊跟右邊呢 一定要對稱 前面跟後面呢 可以不用對稱 沒關係 前面跟後面 差個五段八段 那也都還好 但是左邊跟右邊呢 就一定要對稱 那這個輪胎 鋁圈都還是原廠的規格 215557 這一台是四輪傳動的版本 這個可能要同一個車系的車友才比較了解 這個燈號的好像四輪傳動的版本 跟二輪傳動好像有做區隔的樣子 大等 如果有車友對這台車系比較了解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台是四驅的 它的車室裡面的空間很大 1.4我輪 所以油耗表現的話也很漂亮 OK 我們已經安裝完畢了 這邊的輪胎已經裝好了 準備要把車放下來 要做試車了 如果呢 你們有 大家有跟這台車一樣的車系 有任何問題呢 很歡迎跟我們KT的小編聯絡 那有需要試乘 今天的試乘車 等一下好像四點也有車友要來試乘這一台 也是Golf VHG的車系的車友 那如果有興趣想要試乘呢 也歡迎跟我們小編預約 有時候這台車白色這台車不在 那也有其他的車系呢 可以讓大家來做試乘 很歡迎大家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